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们又回到了城市片 那这一期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家庭生活 还有绿洲全公园的一个探索 小活动 然后再加上呢 我们这个家族开了一家餐厅 那刚刚开始去经营一家餐厅 还是蛮累的 我不知道要花多少小时 才能够达到五颗星呢 不过现在就是 现在刚开始嘛 营业 所以就慢慢来吧 先看再说 那我们现在的恨水 坐在地上 这是我们前的保姆 我们这一集应该让恨水增一下零吧 它应该要增灵了 放入婴儿床 然后喂食 哺乳 我们的小人竟然不听我的话 这一幅画还蛮好看的 我们先复制一下 放进我们的一个Storage里面 然后再卖给收藏家 这一幅画其实是可以挂起来的 我觉得 我其实换了一个更大的电视机 这样子就 看起来也就比较舒服嘛 毕竟家里空间也是蛮大的 我怎么记得以前爸爸是可以喂奶的呢 就是用奶瓶喂奶 为什么现在就不行 我们的EM就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就 他是过来聊天的 终于可以了 我们买几本幼儿床书吧 然后 如果孩子哭闹的时候 就可以读书给他听 我们的宝姆还在吗 我们的宝姆还在呀 帮我看一下孩子啦 原来他是来找妈妈的 OK 终于可以丢给保姆了 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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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周二早上9点40分 那我们的恨水呢还是在满地乱爬 我们的Yam在游览电脑 因为她毕竟是个freelancer 她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电脑前工作的那种状态 那我们的大女主呢 Fana她应该很累了 她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那我们的Sunny呢在旁边 也在玩电脑 为什么我们的保姆是不会把孩子抱起来的吗 就看着孩子在地上这样子 挣扎 OK我们来 刚才是什么情况 万人迷 然后我们来一个Drama Queen Creative 我们的恨水是个男生啊 但是也不能够长成就是完全跟父母不相关吧 为什么这个鼻子是这样子的啊 为什么是黑色的啊 这眼睛好像也靠得太近了一点 虽然好像有那么一点神似 真的就是眼睛有点神似 然后 就是鼻子实在是太那个了 这鼻子形状也是蛮像的 就是 我还是想说就为什么是黑色的 而且这脸也忒宽了点吧 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 跟妈妈爸爸还是有点像的 但还是要改造一下 我们来整一下容微整一下 不对 我觉得这应该已经 不算是微整的范围了吧 男生的嘴巴不要太夸张 但是呢 也不能够太扁 太薄也不是很好看 眼睛 因为小孩子眼睛不要靠得太近嘛 要稍微圆一点 但是毕竟是男生呢 我就可以把眼睛 就是弄得看上去很深情的那种 含情默默的感觉 就不一定要大 嗯 衣服的话 简简单单的穿一件就可以了 就不要太奇怪就可以 发型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发型 虽然很多人都喜欢 还是这一款吧 还是长的 还是长发比较好看 真的是要看 适不适合 就是当下的这个人 适不适合那个发型 其实这一款皮肤细节也是不错的啦 虽然眼距有点宽 但是小时候嘛 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儿童时期的恨水 已经长成有点情种的样子了 我们就先大致的先选几样 like和dislike的事情 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翻 你知道就是 如果一直不去玩这个家庭的话 然后这个主角就会慢慢的变胖一点 我们要不就换一下他的 唇膏吧 这颜色有点太夸张了 不是说不好看 我只是想换换口味 这一款真的不错 还蛮适合整体的一个装造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 上嘴唇太厚了点 其实这样子看还蛮正常的 还蛮好看的 就稍微再细节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上演的是一场 父子情深的戏码 长大后 Jerry发现 Jerry发现恨水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孩子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 特别欢喜 我们的饭还在睡觉 我们的燕特别喜欢跳舞 每次都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群魔乱舞的感觉 我们订购一下杂货吧 每款都来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家庭的食物有点储备嘛 生菜和茄子本来就是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的蔬菜 所以说我会订购很多 那我们的模拟小人也是蛮喜欢吃的 虽然这里面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但是 但是 就是每样都订一下吧 我们要吃的 我们家里边就吃得到 我们就吃烫了 还可以得到 我们不知道 这里就吃饭了 我们有点温暖的 但是 像我们一样 我们现在就要等送杂货的那位特派员过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企划一下我们去绿洲泉的这么一个行程 好 我们的外卖小哥终于到啦 我觉得以后有空要把这个外卖小哥给整一下容 诶 为什么没有人来接快递啊 哦 我们Jerry 先打一个招呼 然后我们来打开外卖袋 这小哥在瞎笑什么呀 我们的fan在玩游戏吗 我之前是只让他玩模拟人生 让模拟人生里面的小人玩模拟人生 OK 我们要来到绿洲泉的中心地带的公园里面 然后我们来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时光 这里有一个pop 这里面是 这个大叔在干啥呀 跟你说远处一看好像丧尸呀 净厨一看他是醉了还是怎么样呢 这音乐开的 正舞跳的 哎哟 哎哟 OK 我们的fan来练习一下调酒 因为毕竟以后是要开餐馆的嘛 我们这一集就会让他们开餐馆 所以我们来自己练习一下 我在想我们调完酒之后呢 自己喝完酒 然后一边喝酒一边看书吧 普通品质 我们第一次调酒啊 没有关系 多调几次就好了 我们是随便拿一本书过来翻一下 我们是随便拿一本书过来翻一下 嗯 这酒的品质有多差呀 哦 糟糕 算啦 别喝啦 嗯 白可兰酒 她用手指来指着就是书上的一行一行字 让我想到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后妈 她在调配毒药的时候 也就是这种用手在指着非常古老的那本书 然后再读 诶 她其实 这位女生是 OK 可兴 我记得她是住在绿洲泉 我们 嗯 小雅和 和谁来着 她们的邻居 哦 你看上去好像挺委屈的 哦 原来是想睡了 是太累了吗 我们来到室外 我们来拿一点吃的吧 然后看一下如果实在累的话 那我们就 回去 然后再过去就是养好精神 然后我们再来绿洲泉玩 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们至少把这个嫩玉米给烤完了 然后再说 吃不完的话就放到那个随身清单里面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恨水在练习钢琴啊 那保姆在盯着她练习钢琴 这像极了我小时候我妈盯着我练琴的那种模样 那我们的饭也应该回到家了吧 现在 Jerry和饭都在休息啊 我们就不打扰她们了 那我们的Sunny呢 和Yam要开始做饭啦 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先来选择杂货 然后再来做饭 因为感觉有很多 就是很多ingredium 并没有存在我们的冰箱里面 这是olive oil吗 还是像一般性的植物哟 还是其他的 我们也让饭来烹饪一点东西吧 至少在去绿洲泉之前不要饿着 年糕吧 我们来煮一下 我们来做年糕 派对规模 8块年糕 我们家里一共是5个人嘛 然后 每人拿一份 然后再三份 放到随身清单里面去 哦 就这么摔下来 既然东西都没有洒出来 就模拟人生做的 我现在就要做梅子 还要做梅子 说梅子 所以很美味 我们来煮了 就像这些 你来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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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煮了 你来煮了 你来煮吧 我来煮了 你来煮了 我来煮了 你来煮了 我来煮了 你煮了 你来煮了 等待会儿 以前的台庭 我们在这里 晚安 晚安 快快快快 坐 我们准备再次去绿洲群人探索 我们叫Sunny和Nina一起去 Nina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到了绿洲群之后呢 我们的饭就开始钓鱼 因为饭特别想钓到牛头吃人树什么的 然后我们还是要增加我们的钓鱼技能啦 而且钓到鱼之后呢 我们可以作为标本啦 然后就放在墙上作为装饰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现在就来找一下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挖掘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挖到一些宝物啊水晶啊矿石啊 还是其他一些比较神秘神奇的东西 他的下半身有些时候会隐 会隐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 啊 你靠近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就就还好 就是这种距离 你就只能看哦 只能够看到他的上半身 这样看是不是很神奇 一个没有下半身的人在挖矿 再挖掘宝物 我们来继续钓鱼 我们要增加钓鱼技能 他身上脏了 我们这里其实没有洗澡的地方 我们就去洗手吧 等会儿 我们多洗几次手 设置为浴室 洗手 要不要刷个牙呀 对 他自己刷牙类杆 他用的是电动牙刷耶 他是自己随身携带的 还是观光浴室里面本来就有的 牙刷这种私人的东西 肯定是自身携带的 这个是什么三姐妹 什么辣椒什么的 对三姐妹辣椒 三姐妹辣椒 其实都是素食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哇哦 他也好喜欢哦 我都笑成这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挖掘的 哎 这个大叔 这大叔 走路的姿势也太搞笑了吧 我们已经到了晚上了 晚上十点了吧 十点还在这里钓鱼 我们最后再钓个半小时吧 我们就要回家了 太暗了 不安全 我们今天就钓到了三种鱼 还算是有收获的啦 然后我们挖掘也是挖掘到了三样东西 啊我终于又到家了 现在很晚了吧 都凌晨一点快到两点了 但是我们家里还是蛮热的 燕还在这里跳舞 果然 积极向上的人生 奶酪通心粉 是我们的保姆做的吧 还是谁做的 趁他还没有坏掉 只钱呢 大家都来 拿一份吧 餐厅无法运营 这个餐厅是 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家的 是哪一家来的 忘记了 我们又换了一副装扮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随身清单里面 收藏的鱼 我们可以做成标本 然后放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 不知道这些鱼可不可以吃啊 神秘的时间交呢 我们先打开它 放到世界中 我们得到了一个 什么 这个和时间有什么关系啊 那为什么它是在时间胶能里面的 难道这个是那种 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小玩偶吗 我们随身清单里面有很多 应该都是坏掉的食物 水果应该不会坏吧 我们先吃几个 我们来联络一下感情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坐下来 好好的说话 调个情 我们现在就来购买餐厅 我们购买在 Ukrist这个区域里面 至少转移一半的资金吧 我觉得 这是我的模拟工坊 我们看一下模拟工坊里面有什么比较好看的餐厅 我们先打个样吧 就是觉得外表觉得还行的 就比较符合我们的心意的 就先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再慢慢的看里面的一些设置吧 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可以自己就是修整 就是自己去装修一下 果然 我们买完餐厅之后啊 我们的饭特别的开心 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开启了一篇 我们开启了新的篇章 虽然知道我们开餐馆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算作 就是完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吧 所以我们的女主感觉到非常的挑逗 非常的开心 这就是我们从模拟工房里面下载下来的原汁原味的 original的一个餐厅的一个外观和里面的构造 这是第一天我们餐厅营营业 就是先这么应付过去啊 那在随后的日子里面 我会把整个餐厅再重新再布置一遍 再装潢一下 我们第一天 Jerry就已经累得像屎一样 我们第一天是亏钱的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开餐厅 我们以后再慢慢努力 我们至少还要再玩好几个小时吧 才能够到达五颗星 我觉得简直就是遥不可及啊 现在 我们来锻炼一下 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玩单杠啊 就基本上我创建的模拟家庭里面都会放单杠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玩单杠 这是从初中开始培养的一个兴趣 就是初中的操场上 就是女生经常会玩的就是单杠和双杠嘛 我们来看一回电视 我还是觉得它是电视大一点 真的很舒服 而且就是这种距离感 就距离不会太近 就反而看这种大的会比较舒服 如果说比较急的话呢 大电视就不是很合适 我们的恨水在睡觉 然后我们的饭在吃东西 它感觉非常的有活力 我们来让它们的友情 来增值一下吧 好久没有就是认认真真地说一下话 用一下报了 它现在在做黑莓酱 黑莓酱做好呢 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然后也是非常的健康 我刚才差点以为就是要起火了呢 又要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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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猫是站在盘子上吗 好可爱啊 我家里有一只相同的黑猫 如果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有足够久的时间的话 这是火腿肉 火腿鱼鱼鸡肉 火腿肠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用餐 哦 这只猫是想要跳到冰箱上 OK随你吧 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你想跳到哪都可以 只要注意安全就可以 我们的杰瑞是不是 还是变胖了 还变胖还蛮明显的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 它可以碰那么明显 我们的猫是睡在厨房上 是睡在我们的 太可爱了 我们应该要去一趟museum 然后欣赏三幅画左右这样子 但是我们先把餐厅的事情给忙完 然后再来再考虑我们这里的creativity的这么一个任务 这只猫竟然在追自己的尾巴 这只猫竟然在追自己的尾巴 就是吃那种小虫子 我看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餐厅 这是我们的第二天营业的时间 我们应该要先开门 我们先在外面的床椅上躺一会儿吧 就感觉它很累的样子 beautiful restaurant 这个名字也忒 也忒没有创意了 等有空我们来想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吧 诶 它是RICO吗 诶 为什么他们两个感觉很生气啊 诶 为什么他们两个感觉很生气啊 那我们餐厅的第二层呢 就是一层呢 其实是给我们的客人自由活动的这么一个空间 希望这里都可以再友善一点 那我就要培训一下前台咯 如果他觉得不友善的话 哦 这是我们的番的第三代的女儿吧 她就什么名字来着 我忘记了 哦 by the way 这是我这个餐厅又重新装修一遍之后的样子 不让大家觉得喜不喜欢呢 这是我们的调酒小姐姐 我是故意选了一个长得好看的 然后呢 又为他稍微微整了一下 我说我们的调酒小姐姐 我来说这银子好看的 我们来点几杯饮料 来看一下这位小姐姐调的酒质量怎么样 据说她调酒调的很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我请她的原因 看来不错 还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们有空也稍微培训她一下吧 我觉得她应该会在我们餐厅里面 做的时间蛮长的 她没做下来就是三颗星 然后食物 他们不喜欢这个食物 这食物的质量很糟糕 她应该是觉得 其实我们这个餐厅刚营业的时候吧 我们的食物的一个菜谱 就不可以弄得太过于复杂 那如果说你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话 就最好不要去 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菜谱 那我们就只能慢慢的做起来 就是练习啦 我们能够再请一位大厨吗 一个大厨是不是不太够啊 这家餐厅也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的海妹 然后这是我们的孔雪儿 那这女生是谁啊 那个爆炸头女生 应该就是她的朋友吧 就是个路人 是我们的孔雪儿和她的丈夫 还是老公啊 不不不丈夫还是说男友 两分就说明呢 就说明等待的时间太长 我们来跟他们 看来我们的餐厅经营惨淡啊 我们的海妹应该是离场了 应该是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 所以就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们应该换几个服务员吧 这里的服务员不太给力啊 我们等会看一下 哦不 只有一颗星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管理员工有两位 也只可以有两位吧 我们换一位吧 这第二位长头发的男生 哦哦 管理员工 还可以再加两位 我们这里的都长得怪怪的 看上去稍微正常一点 就加一下吧 喂 我们加一下这个熊 他应该说 你看我们家里还有小孩子要顾 你们吃个饭 还要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看来经营 经营餐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难呢 这两位顾客也才两分 我们这一天应该快要结束了吧 已经是凌晨快到两点了 今天肯定也是亏钱的状态啊 我们等会就要打烊了 我们最后就是在打烊之前呢 先跟我们的员工说 就是要培训一下的这一个事情 好 然后省得明天上班前会忘记 其实也不算没有收获了 至少我们的餐厅评论到了两颗星 第二次开张就得到两颗星 来我们来鼓励一下自己 我们终于到家啦 我们来deliver一些比较healthy的food 因为呢 就是我不想在餐厅管理的 在管理餐厅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主角会肚子饿嘛 我们就干脆就是放在随身清单里面 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如果饿的话直接拿起来吃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等我们的外卖员过来送我们的健康食物 虽然我们现在很累啊 虽然我们现在很累啊 但是还是要等 OK我们现在就要等 OK 我们现在来接收外卖 这个外卖员过来 这个外卖人竟然嫌弃我们家葬 去食吧 哦 原来是猫食的原因 哎 这只猫真的好喜欢站在餐盘上呀 嗯 嗯 是是那种欠望的 注意的是 这是一个不错啊 那搜尋的 不是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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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哇我们的Yan 我第一次看到Yan就是 做这个exercise 他之前就是 只是跑步大圈而已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 模拟人生四程式片 然后就要快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 视频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种类似的 猪眠系列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